欣赏他的作品是一场挑战 他的画就像不可言说的山口 让人既害怕又忍不住要看 他一生都痴迷于人物化 但总是画着模糊不清的脸 甚至只有长缺的身体局部 他是德国汉堡艺术的重要人物 在国内却先为人知 他就是著名表现主义艺术家 弗里德里希·埃因霍夫 埃因霍夫出生于1936年德国 在纳粹独裁统治下度过了童年时光 加上体弱多病长期住院 看到太多战争带来的伤亡 这段经历给他的人生画上灰暗的底色 影响了他后来的艺术创作 他的画里充满了异画的人类 用简洁的线条色块 勾勒残缺失针的面孔 用沙子 泥土 碳粉等材料 营造褪色的粗粒和斑驳 构建了一个冰冷黑暗的平行世界 这位从未踏足中国的欧洲艺术家 迎来了他在亚洲的首个美术馆个展 自信回溯 在上海号美术馆 展出人物 动物 微型画等百余间作品 以及从未公开的素描和教学笔记 让更多人有机会探索他笔下 脆弱人性的艺术世界